大家好,朋友们,全世界啊,我们都说的是中文,写的是汉字啊,我们的国籍不一样啊,但是啊,我们的心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热热乎乎的啊,热热腾腾的 这个再给大家聊一段啊,这个话头太多了,有一百多个话头都没聊完呀,是吧 我这个人用北京话叫恨活,大家知道恨活吗,恨活就叫换一个词,换一个表达方式就叫工作狂 在工作啊,我现在把这个youtuber说是玩,但是我投入了很多的啊,这个感觉有乐趣啊,有乐趣 谢谢大家的捧场啊,非常感谢 这个豹子胡同九号啊,这个叫豹子胡同九号,就是这儿啊 这个题目叫解放军进城了,莫文华住到了我家 莫文华是解放军的一个将领啊,五五年寿闲,寿了个中将可能 好像从东北过来的啊,我们家在抗战胜利后 在1946年从重庆迁到北平 住在西四北,豹子胡同九号 西四啊,北边啊,这一边我也熟 我原来就在大红楼厂,也是西四北大街,大红楼厂那个口那儿 西城区副食品公司,后来叫这个好邻居啊 好邻居连锁超市的上级 我在他们那个楼上,就是商业部的中商集团在那工作过啊 那是94年95年的会儿 这是一个略有西洋风格的两进的四合院啊 两进的,有一进两进三进的 个别还有四进的啊,院子大小不一样 这个主人的财力啊,这个身份,门地都不一样啊 前院南房啊,住南房的是外祖父 他老爷,张元夫的啊,这个元朝的元,丈夫的夫 张元夫的书房很大 中间是木地板的房,我父母住 后院的正房有走廊 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起居室 两边的乡房是亲戚和用人用的 用人住的啊 这家可是个高台阶 过去啊,一说高台阶,大宅门 这都是大家族,大家族啊 非富即贵 什么叫高台阶啊 你小老百姓小门小户的 你那房子就是低矮 连你们家的台阶都矮 那大户,大户人家台阶都高 都是那种雕梁化洞 大屋子大院子啊 这个后院东房还有一个餐厅 后院本身有一道木栏,木栅栏 北京说大是烂,实际上是大栅栏啊 大是烂 后院本身有一道木栏,木门和金阶啊 和台阶和台阶 可以关上,使正北房独成一体 院子里有很多大的金鱼缸 那会儿有身份的都养金鱼 直径全在一米以上 当然还有海棠树 我的二姨带我和弟弟 以及她的仨孩子 当时已经是青年人了 那仨孩子,住在中间的房子 这里从前院叫北房 从后院又可以称为南房 好像正厅的南北两面全能出入 那时呢,家里人口很多 不少是东北老乡 看来他们是东北人 有一定身份地位 原来跟着国府 跟着国民政府混混事的啊 不少是东北老乡和远房亲戚 因战乱到北平投亲的 那会儿人比较的实在啊 稍微沾点亲戚就能投奔 你像我们家条件 肯定比人这家差远了 我们家河北白洋店的老乡 有的在老家都不认识我们家 根本就不认识 但是听说啊 也是听可能亲戚套亲戚 老乡套老乡 就到北京来投奔我们家啊 在我们家也住啊 可能没有床 就睡大柜上 那会儿那个大躺柜 里边放衣服的大柜 有时候我们老家的人就来北京 那会儿他们骑自行车 那个自行车那后座上 那个绑两根木头 到北京卖来 就几百里地 没有几百里地吧 二百多华里就自个儿骑过来 就那样 有的还在北京卖什么烤白薯的 什么都有啊 在四合院东有一个夹道 有两间平房 前面的是车房 外祖父的汽车就停在那 四六年就有汽车了 后面的是厨房 因为当时全家大小十几口 需要个大厨房 这个夹道有一口手压的水井 用手压的水井啊 靠墙是一排快树 是快树还是会树啊 就是秦会的会吧 那是年会树吗 我请教大家啊 当时啊 左边一个木头的木 右边一个开会的会啊 秦会的会应该是 筷子手 筷子手啊 不是这个字 对 当时啊 当年北京地下水位很高 大人只需摇动 压水柄 清澈的井水 就压出来了 没错 我之前做节目 我说过很多次 过去的北京 你就拿铁锹往下挖 挖个三尺两尺的 半米多到一米 很多地方就咕嘟咕嘟往外冒泉水 过去那个玉泉山 什么这个 叫汪安博 还是叫汪山博呀 整个那个西北的水系 昌平海淀 包括通汇河啊 这个石叉海 这很多地方都是有水的呀 北京有很多带水的地名啊 三里河就有俩 西城和海淀之间有一个 重温区还有三里河 什么河博厂 很多都带水的地名啊 过去北京的水系很发达的呀 不像现在这么干旱 这六七十年 这个对环境的破坏 这种糟件糟蹋 都超过可能过去几千年 我说的一点都没夸张 因为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有水 但是最近的几十年就没水了 就这么明显 不仅仅是北京 全中国都这样 所以夹道直通后院 那里边有不少桃树 还养了一口猪 这是家里保存的 东北老家的习惯 剩菜剩饭用来喂猪 过年杀猪 猪的一线 还要加土碱 熬成肥皂使用 所以东北人又称肥皂为姨子 姨子 好像我们也说过姨子 也说过这词 现在没人说了 老一辈什么 我爷爷什么的 我爸爸他们活着时候说过 但这种椅子里边 混杂了土碱中的沙粒 我很怕用来给我洗澡 因为沙粒磨得皮肤很痛 大门的门洞 有一个门房 我记得有一个张司机 给他们家开车的 一个门房 叫李点 木子李 典里的典 和一个老家人 叫赵二大爷的 在那里住 他们家有仨人 在门房住 一个司机 一个传达使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 看大门的 看家护院的 类似保镖 可能是 赵二大爷 是 河北湘和人 按后来的成分 是夏中农 这中农又分上中农 夏中农 他解放后 只好回家种地 每年都来看望我们 对乡下的事发牢骚 这是过去的老员工 来看自己的老掌柜的 这个有这么一种情谊 是我小时候 唯一听到对政府不满的言论 其实他是唯一听到 不代表很多人没有不满 他听到的就这一个 李典是张家口人 五十年代回乡后 也常来我们家拜访 每次我开口 他就问候说 二少爷好 还是过去的老规矩啊 这个 搞得我又害怕又得意 好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人 因为那时候 只有电影和故事中 有交少爷的 就已经脸谱化了 给你贴脸谱了 贴标签了 少爷就代表一种 所谓的资产阶级 敌对势力 剥削 不劳而获 实际也不是那样 他来讲述过家里 如何的贫困 根本就没有粮食 冬天只能吃冻土豆 虽然我们家里已经败落 但每次也尽量 找些旧衣服给他们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 要帮助贫苦人 尊重佣人 我父亲是比利时鲁问大学 比利时鲁问大学 也有点名气啊 毕业的煤矿工程师 就叫比利时 德国那一带 萨尔那边的产煤吗 抗战时 他放弃了开栏煤矿的工作 开栏啊 唐山那边 而内战 又使他无法在北方找到工作 内战一开始 还是主要在北方打 就指的是第二次国公内战啊 第一次主要在南方 就在母亲陪同下 到上海寻找机会 外祖父 有时到上海去看他们 他们就住在现今的淮海路上 是租的房子 48年时 外祖父 对市走市流 举提不定 48年啊 因为国民党快不行了 共产党快赢了 有一部分人走了 大部分人观望 没走 他认为自己 没有干什么得罪共产党的事 抗战时 在重庆 和叶剑英 董碧武 全很熟 后来 在参政院 和董碧武 林博渠 往来也很多 董碧武也是特务头子 协助周恩来搞情报的啊 叶剑英也是 叶剑英也是 当然叶剑英 主要是总参门长 这类的职务啊 这类的角色 加上他年轻时 思想左倾 思想左倾 那和今天的白左 是不是也是一类人呢 同情共产主义啊 一直到抗战期间 和苏联的关系 全很好 觉得没有必要 躲避共产党 外祖父 一个在中国大学 教书的朋友 经常来 那会儿有个大学 就叫中国大学啊 他多数穿长衫 你看这是个体面人吗 穿长衫 不是短打帮 短打帮就是干活的人 体力 劳动者 长衫 就是文化人 教书的 官员 上流社会 就这意思 这个人还认识副作义 非寻常之辈 外祖父 觉得他 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外祖父 就问他去留的意见 不料他说 你还是到上海待一阵 看看局势再决定 这使外祖父下了决心 到上海去了 北平已经不行了 在北平即将被包围之际 马上共产党的军队就合围了啊 包围就是四面都围住了 北平就成为一个孤城了 外祖父突然回来了 大约是回来打点家务的 收拾收拾细软呀 变卖财产呀 就准备卷铺盖卷就就撤了 他还去看望了老朋友马战山 对马战山我也知道 马战山是东北的张学良的老部下 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是嫩江大铁桥啊 齐齐哈尔 当时黑龙江省会是齐齐哈尔 不是哈尔滨啊 问他到不到南京去 估计中共的地工 地下工作者 特务地下党 已经和马战山有了联系 马战山表示 如果我外祖父能承担他后半辈子的生活 看来他外祖父是个大款富翁啊 马战山可能没那么富裕 他就走 外祖父说 这兵荒马乱的年头 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呢 我无法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马战山就没离开北平 就是这哥们这外祖父 他们家一大家的十几口人呢 那兵荒马乱的谁顾得上谁呀 爹死娘嫁人 个人顾个人呀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对不对 可外祖父 因为等了几天 就耽误了时间 他要动身时 共军已经包围了北平 共军啊 包围了北平 他是由现在东丹公园内里的 临时军用机场 跑出来的 对 城外的机场 什么南原机场 西郊机场 都被共产党占了 当时就是二环路 今天的二环路 城墙 城券 以内 基本上还是附作役的军队 我们家住安定门外 都能看见那个城墙啊 护城河 大概三四百米 青年湖公园是后来有的 原来就是荒地 就是沼泽地呀 就是这个大车店呀 然后菜地坟地 我们的青年湖公园 那个湖南北两侧 俩碉堡 水泥碉堡 半人高 你要进去的话 他那个门就比地面要低 你弯着腰进去 我们小孩都有 我们小的时候 那碉堡都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拆了 青年湖公园 还有俄罗斯坟 末代沙皇 罗曼诺夫王朝 最后一个沙皇 不是被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杀了吗 被俄共 他的几个亲属的棺材 就埋在我们青年湖公园 俄罗斯坟 就是东正教教会的地盘 那还有教堂 1987年被拆了 就是掌权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官员 他们毁了太多的文物了 那个教堂要留着 那个文物价值太大了 前些年我还见过白人脸 长一个白人脸的人 到公园里去 应该是俄国人去找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墓碑 大理石的白色大理石的 俄文字母的死人骨头 教堂里墓地板 走上去支嘎支嘎的 还有钢琴 还有那窗户 就特别漂亮 那种五彩的窗户 壁画 什么都有 地下室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他老爷 他外祖父 就从那临时机场 就后来的东单公园 那儿有一个临时机场 那在城内 那共产党的炮火 暂时没打进来 跑了一些人 我三老爷 我老爷的弟弟吧 还是哥哥呀 叫 我相信他叫什么 叫杨伯唐 也是从东单机场 坐飞机 去的台湾 后来一辈子没回大陆 活了96 在美国芝加哥去世的 他是中统局 国民党中统抗战的时候 躲在北平 以这个卖匹柴的工人的身份 我们老家的人 很多在北京开木财场的 我姥爷 我大舅 我老舅 我爷爷 都开木财场 他以这个身份为掩护 搜集日本人的情报 去台去台湾了 最后跟着他的儿女 又去了美国 三老爷是娶仨媳妇 带着最小的媳妇跑了 我们老家剩一个 山西还有一个 这样我母亲 托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无法完成了 这个任务就是把我带出来 就那小外孙子没带出来 我当时两岁 有能力和一个老人同行 这两岁可以走了 是吧 弟弟一岁 不可能出来了 太小了 因为等马站山 我留在了北平 我人生的两个转折点 都是和战争有关 这是第一个 外祖父的飞机 是先飞到青岛 再设法转机到上海的 当时青岛还被国军站着 但是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 基本上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 都被共产党占了 国军只在青岛 结果从青岛 可能又撤了两万左右的军队 往南方又撤 坐着海船走的 马站山留了下来 据说他曾劝说傅作义 接受和平改编 并向傅作义提议 请邓宝山 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 可共军进城后 对他并不好 甚至通知他每天要到军管处 军管会吧 去报道 他在1950年病逝 死前对儿女表示后悔 没听张元夫的话南下 张元夫就是这个人的外祖父 这个作者叫易远 易远 易就是也的意思 不过我看到马站山的回忆录了 他没说军管会对他不好 说那个全国政协开幕的时候 还给他发来邀请函了 但是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就是连第一次这个政协的 好像全体会议 他都参加不了了 后来很快他就去世了 他如果多活几年 可能也能给他安排个职务 包括他的子女也都能受点照顾吧 马站山后来到欧洲转了一圈 因为他先是抗战 后来又不得已 又投降了日本人 后来又反水 又反格一击 然后呢 从黑河 黑龙江的黑河 过黑龙江 到了苏联 然后到欧洲转了一圈 后来呢 又跑到共产党这边来 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马站山还是挺能打的 过去东北军不是说吗 一马站山 二马站海 一马就是马站山 二马 缝吗 两点一个马 缝站海 这两个人还是挺能打的 在东北军里 反正江桥抗战 还是跟日本人打了几仗 但是日本人有飞机 有大炮 还是打不过人家呗 落后吗 是吧 到底是落后就爱打 还是其他的原因 这个很难说啊 有人说中国啊 现在我们强大了 西方围堵我们 要打我们 那那当年呢 鸦片战争为什么爱打呢 说那会我们落后 啊 就说你落后也爱打 你强他也爱打 有人说是你见招才爱打 谁知道呢 谢谢大家啊 就聊到这儿 谢谢